那以前用滑鼠键板 比如把这些东西怎么样 如果你要留下前十个人的话 那Excel的优势就怎么样 因为它直接什么 直接可以 怎么样呢 直接就是把后面的砍掉就好了 所以直接选取后面的这些砍掉 那就留下前十个 那第二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留下手机名跟手机两栏就好了 那你可能需要做什么 把这一个做资料剖析 剖析的话各位应该应该有用过吧 如果不会用程式 至少你用这个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它里面有斗点分割 所以你固定符号用什么 用斗点 然后呢把它怎么样 分割之后的话 那这些都 还有一点 如果这个编号不要 你就不会入此栏 那姓名 还有点 它应该是要有什么 对这个编号不要的话 你就什么 不会入 真的有不会入此栏 生日不要的话呢 那就不会入此栏 血型也不要 不会入此栏 那变成姓名 跟手机会入的话 那最后你就怎么样 直接让它会入到目标储存格 就A1 然后把它完成 那你会发现 姓名跟手机就完成了 OK 那不过特别说 这个是在以色列里面做的 都是用滑鼠键盘做的 也是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这有个缺点 就是说以后 如果说你的这些步骤很多个 你就不能串在一起 你还是非得用滑鼠键盘 才能做这些事情 那如果说今天同样的事情 我希望用Python来完成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应该可以知道我的逻辑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事情在以色列里面 也都办得到 所以如果有些事情简单一点 你该用以色列来做 但如果复杂 比如说它全部 必须要串在一起 写一个完整的程式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这个 不然的话你又类似自己 而且如果资料量非常多的 比如说你要 爬网路上的资料 几千档股票的话 那怎么办 你从不可能一个慢慢下载 然后慢慢用 所以有的人用Excel 做一些非常大量资料处理的时候 就哀哀叫了 因为你今天做了 明天要做 明天做后天 每天都做 那为什么你不把它写成一个程式呢 OK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看 如果要做一样的事情 再来该如何做 首先第一个特别注意 这里的话你就不能用READ READ是全部 全部读进来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把这个东西 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改成REALIZE 当然你不能说你用READ READ是READ一行 就栏位 那底下呢 它就不读了 OK 那这边的话呢REALIZE 那底下我习惯是把前面的这个S改成叫LEAD READ S我习惯用的是回来的东西会是一个所谓的次串变数 那READ的话呢就是所谓的里面回来东西是一个串列 那一样我把它那你可以看一下把它改一下用REALIZE跟READ有什么不一样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它读进来的东西就会变成底下这个 也就是说它会用它会帮你把资料怎么样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一定是中瓜阿虎嘛 中瓜阿虎里面的话第一笔资料就编号0的话 那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栏位名称 另外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最后面会多一个反斜线 意思就是说呢 它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把它print出去的话 理论上哦 它会怎么样 它可能本来print本身会有个换行 那你这边又输入又多一个换行 那会变成两个换行 OK 所以哦 可能要解决一个问题 如何把最后面那个换行给去掉 不然的话多一个换行嘛 OK 那你 所以第一笔是编号 第二笔的话 其实就编号1 编号1刚好就跟 它的那个原来编号顺序是一样的 就放什么 它的编号姓名 生日血型跟电话码 还有一个换行 然后依此类推 所以你会发现哦 中间加豆点一直到最后面的话呢 就是第50笔有没有 到一个后瓜湖 这些东西呢通常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只需要取得一定的范围的话 那底下我们可以怎么做 其实我们print的话不用print的全部嘛 我们可以底下怎样 for 有没有 我不要全部嘛 我要只取前十笔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for I in range 所以如果有个范围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in range range的话呢 我刚才讲说 从零 到第10停下来 所以应该输入到 第10 第10笔应该是10 所以要到第11停下来 然后冒号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然后我就怎么样呢 把它里面的资料一笔一笔的输出 printer printer什么呢 一笔一笔输入的话 这边的话你可以怎么 这边再加一个list 针对这个list1 其中一笔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叙述呢 中瓜糊 里面放个I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当它为0的话 那就把这个资料帮我输出 如果当它为1的话 就这一笔 所以因为我只要到 这个应该0 这个到10嘛 所以基本上就输出 输出到哪里的 输出到第10 第10个 刚好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写完之后的话 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大概基本上 我就是一样 读readerline 改这个地方 然后print这个 这个就不要print了 就是多一个回圈叙述 把它跟它讲说 我有一个范围 所以把它执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真的它就已经 帮我print了说 就只会print到第10个了 但是会有一个衍生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后面会多一个反斜线 你就换行 可是换行要怎么样把它去掉呢 两个方法 要不就怎么样呢 把原来这个print 因为这个原来print 它本身就会带一个换行 那你可以怎么样 用我们之前讲的 斗点 en end 等于空的 这样有没有 那就print本身就不带换行 那你如果把它 那就用它原来本身那个换行 这样的话就不会带一个换行 这是方法一 但问题 其实有的时候将来你们会遇到的 就是说可能输出的话不见得用print 可能也许它是放在别的地方 放在资料库就print 那就不能用这个end等于空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那有没有用别的方法呢 方法二 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直接去除掉 某个字串 尾巴的东西 特别注意哦 尾巴的什么东西 里面有一个对应的方法 字串的函数里面有一个end end什么呢 strip strip 这个strip这个方法 它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我希望去除前面 就一个字串的前面或后面 只要出现某个字串的时候 那就帮我去掉 那刮户的地方你跟他讲说 如果你假设前面或后面 出现这个反斜线n的话 那一律就帮我怎么样 把它strip掉 strip嘛 这个方法很重要 主要是针对文字 所以这个是文字的函数 OK 你们如果不太清楚 这个方法怎么用的话 Google一下也可以找到strip OK 另外它有衍生性的函数 它有那个前面的strip 就是说laps 好像加一个l lstrip 右边的话就r 就right 如果两边都要的话就是用strip 目前反正我们不管 我们就先用strip就可以了 strip的话就直接把换行给拿掉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我刚刚没有加那个end等于空的 只有加这个strip 把前后的那个换行拿掉 结果也是OK的 这个方法我只要推荐 为什么因为以后的话不见得一定用print 所以特别是用strip 好那第一个我们就解决第一个问题 只取前十笔的资料 应该是前十个会员 包含栏位名称 那主要是什么 第一个更改什么 把那个原来的read改成realize 读过来的东西 这是一个阵列 第二个的话呢 利用这个阵列里面 我用一个回圈 跑一下for eye in range 然后呢跟他讲说 从0 意思就从这个编号 栏位名称 一直到10 就是指第10个人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逐一逐一帮我 把资料读过来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要 那个范围 假设要变更的话 比如说我不要不只1到10 我这样1到20好了 诶那1到20我可以什么 把这个数字改的话 21嘛 有没有 然后执行一下 有没有 1到20就出来了 如果我要11到20的话 那可以什么 把这个改什么 11嘛 对 如果11到20执行一下 有没有 可是问题 那个低比那个0的 栏位名称就不出现 这样你可以怎么 先取前面栏位名称 再放11的 如果前面栏位名称的话 当然如果你要单独输出的话 你有没有一个方法 干脆你在这边print print print的什么 第一笔就是lis lis 如果上面栏位名称 lis 1的什么 这边加个什么 对0就好了嘛 就是先输出上面的东西 再把它底下的11到20输出 那这样好不OK呢 诗心 诶 OK了 但是呢 这边还是多一个空白 那怎么办 把这个strip 有没有 把它放到这里 这个意思 因为它后面带一个 那个换行 有没有 然后是执行的话 看一下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11到20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 如果假设你要从一个资料里面取某范围的资料的话 那前提你需要先把资料先放在串列里面 再透过回圈去抓到你要的那个范围 这样就OK了 那这边多一个变化就是说 因为它每一笔资料里面会多那个 我先把那个 因为它这个资料本身 就已经带一个这个所谓的换行了 所以为了要把这个换行拿掉 那你就会配合什么 这个叫strip的 一个方法 就可以把 它带的这个换行拿掉 那以后呢 如果它带的不是换行 可能是别的符号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常见有些用空白 有没有 前后都给你多空白 那你怎么拿掉 strip掉嘛 如果前后多什么都 反正常常都会 从网路上爬东西下来 它就会多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那你就记得 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把多余的东西把它去掉 这样的话呢 相对的就比较没问题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点各位 第一个就是什么 只取那个某范围 比如说我要第一个到第十个 会员的资料的话 第一个我们先把什么 把那个read改成readize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用回圈叙述 取得你要的那个范围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为什么要配合realize 主要就是说才能够把 那个外部的档案读进来 变成一个串列 然后后面配合回圈 回圈通常会用那个for回圈 没有人用坏回圈 通常不会用画回圈 因为如果你这边用画回圈 那就几乎没办法做 可以做的话 程式也写得很复杂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程式真的不多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要解决第二个问题 哇那更困难 如果我今天呢 只要姓名跟手机 其他栏位不要 这个当然也常常遇到 比如从网路上爬资料过来 或者是说呢 你从网路上捞这种资料的时候 也会遇到 我只要某部分资料 其他我不要 那我要怎么去掉呢 OK 或者是说应该怎么讲 应该不是说去掉 就是说我抓的时候 我就刻意只抓我要的姓名 跟手机就好了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给各位一个提示 其实也是一样 这边的话变成说 你读进来的这个东西 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那字串的话 如果你要切 你要把它分开来 基本上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先做什么 就类似像Excel一样 做什么呢 把它做资料剖析 所以像刚刚这个 Excel 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只取两栏的话 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需要 把资料剖开来 剖开来之后呢 再留下其中两个栏位 所以在Python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要用什么 所以在Python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Sprits 其实VPA里面有同样的方法 也叫Sprits Sprits 就是类似资料剖析 剖开来 那剖开来的话呢 它中间会有斗点 所以按照斗点 帮我剖开来 剖开来之后呢 它回来的东西 也会是一个串列 所以你会发现 像Python 所以我说如果Python 假设你对串列 不够熟悉的话 那你写这个Python程式 一定会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所有都用串列 在串来串去 那背后其实跟Excel 类似就是Excel里面 都是这种清单式的 OK 那如果你懂得 切割完之后串列 再取其中两个栏位的资料 那当然呢 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要的资料 给抓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儿第一个 先取前十个会员 第二个的话呢 只取姓名跟手机两个栏位 要怎么做 试一下 那我刚刚写完了程式 其实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参考的话 可以参考那个第几页呢 第五个单元 云端白板里面 第五单元的第九页的地方 如何只取前十个会员 这边就有了 特别注意哦 这个member.tst 这个你们 之前我上礼拜有讲过 你可以从云端白板里面 找到member.tst 这个档案 这个档 在云端白板最下方 那你把它点开来 点开来之后的话呢 记得可以用档案里面有个下载 下载 记得下载成存文字档 那下载之后的话呢 把它储存 下载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怎么样 再到那个下载区里面 我上礼拜是把它什么 再把它从那个下载区里面呢 把它贴到 下载区在这边 下载里面有个member 有一个member.tst 那这把member.tst 把它贴到那个 这个member.tst 把它复制 直接贴到那个什么呢 复制 贴到我们的 这个src 按右键把它贴上 那这样我们才会有那个member.tst的 这个文字档 如果你没有把它贴上 你没有这个档案的话 当然你就读不到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不过当然未来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是问题哦 如果说 每一次都要把那个member.tst贴过来 好像有点麻烦 如果我今天我的档案就在那边 那我没有办法 干脆我直接直接就是 告诉他说我在哪一个持叠 记得哪一个资料夹底下 会有个member.tst 那你就帮我开就好 那这样怎么写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绝对路径 所以绝对路径就是 就在那里 那我们现在写的方式是所谓的相对路径 所以相对路径就是 因为都一样的持叠机 都一样的资料夹 所以前面的叙述我就不写了 为什么因为都跟这个程式一样 所以前面的部分就不用加 如果不用加的话呢 你就直接跟他讲 member.tst就可以了 好那细节部分待会再谈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只要手机 姓名跟手机两个栏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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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